大家好,我是桑普 最新的香港的新闻莫过于612基金的逐步停止运作 我在报新闻的时候都约了提过一下这个新闻 现在可以多一些详述有关的事实 以及逐出一些评论 大家知道在2019年承诺 支援反送中被捕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表示 他接触因为负责资金托管的人的真普联将会结束运作 612基金已经制定方案达至有秩序地停止运作 基金宣布即日停收新个案 并会在9月作出最后的筹款 估计仍要筹款2,500万元 10月底秘书署就会解散 吴可怡是基金信堂之一 他提到612基金只是其中一个民间支援 没有612基金仍然有无数大或小的民间支援 只是形式不同 基金信托人陈日军 吴可怡、何韵思和许宝强 见记者公布有份安排 吴可怡指出 在变幻不可测的政治环境中 常怀警惕 可能会有日基金被逼停止运作 应用现在时间到来了 吴可怡指出 基金托管和收支服务 是由真普联盟 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提供的 612基金过去一直使用真普联的银行户口 得到真普联的仗义帮助 最近真普联通知会短期内停止运作 因此基金会没有银行户口使用 因此也要停运 基金也已经与真普联 就停止运作步骤日程 去提取得默契 即日起停收新个案新申请 会在9月公布最终筹款目标 据真普联的新闻稿 公司只不会就清款事宜 作其他的评论和回应 没有简述决定的原因 第一 真普联老实说 在这个政治气氛之下 有什么发生是都不奇怪的 但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向真普联说 什么事 他们不会故意刁难我们的 基金信托人吴可宜表示 现阶段再找银行户口是完全无可能 也不是今天才想 吴可宜指如果早几个月前 户口忽然被冻结 其实我们会更踢脚 也对求助人影响会更大 现时虽然不是理想的做法 但起码有更多时间处理 吴可宜强调 基金做事一向小心 合法 不妥妥的捐款是不会接受 同时有征详大律师的意见 设计相关程序 避免基金涉及洗黑钱的指控 被问到以往有众筹犯法的案例 譬如升货等等 还有千个包猫等等 所谓犯法 根本常会老屈的 今次的基金需要筹得2500万 会不会担心招来法律风险 吴可宜强调会很小心处理 征详法律意见之后 现时理解基金每一步都是合法 但有什么事情是很难预料 只可以尽量做得更好 接连有团体解散 包括教协、民阵等等 有记者问及 会不会担心如骨牌式瓦解 吴可宜指 我们不担心得那么多 但对香港人很有信心 因为每次以为很难做的事 第一日 第二日就可以出来 不要低估香港人 他只有信心市民会帮助基金 基金信托人吴可宜解释 在下个月28日折数日为止 之前 仍然要支付现有个案的相关费用 以及结束运作的行政开支 扣除可动用的结余之后 估计仍要筹得2500万元 612基金停止运作的日程如下 今年的8月18日即日起 即是由昨日开始 停收新个案新申请 8月31日是折数日 即是提交单据资料的限期 9月1日是基金会计算和公布最终筹款目标 因为最终开支需要筹款支付 9月21日是网上捐款的最后限期 9月27日是银行捐款的最后限期 9月28日是最后付款限期 当日最后一日发出支票 基金会按能力和优次 尽力支付已经批出支援的款项 之后 吾会使用由真保联提供银行户口 基金会按实际的批款进展 捐款及其他收入进展 持续向公众更新筹款目标 以及已收款项 10月公告最终筹款结果 基金户口最终结缘 未退回的保释金 以及未退回的借出法援分担费 以及因受助人案件未完结 而存于律师行的预付费用 如果基金银行户口又最终结缘 基金将会公布余款处理方案 并公布各项未退回款项的处理方案详程 去到10月31日 612基金必需注意就会解散 基金将会在10月31日或之前 销毁所有其他个人资料及记录 以下项目立即日起暂停 包括紧急经济支援 借出保释金 还押紧急经济支援 项目支援 民事案件支援 专家证人支援 第二大律师等等 这些都是基金的公布 另外基金自成立以来 一个向1500多位受助人 借出了保释金1800多万 但由于大部分案件尚未结束 涉及保释金900万 在基金停止运作前未能归还 法援分担费方面 基金一共向264位受助人 借出分担费支援2400多万 但已结案借得只佔28日 而需要等待法援署的估算 结算 预料退回分担费的时间 将会辞于基金停止运作的日期 基金呼吁有能力还款的人 尽快还款 基金才可以善用资源 去支援仍然需要协助的人 基金信托日 会在停止运作后 公布退回借出保释金 发援分担费 和这个案件结束后 剩余法律费用 捐给慈善团体的规定和安排 吴可儿指出 612基金在10月31日 秘书署将会解散 及后将有义工 运作热线电话 和回复信息解答资讯 义工会自力解答查询 并且转介有需要的求助人 去到其他人道支援服务 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资讯 至于热线会运作到哪个时候 吴可儿形容热线可能自然停止 他指出义工非常热心 但随后的时间 相信查询会逐渐递减 吴可儿发言的结语到 基金尚未达成任务 就要被逼停止运作 深切遗憾 他说 但其实走了那么远 已经是香港人创造的历史奇迹 我们足以自豪 同时基金只是民间力量 的一个 没有了612基金 仍然有无数大或小的民间支援 只是形式不同 在囚的人 候审者 被捕者 傷者 失去生命的人 和他们的家人 他们不会被忘记 而争取公平正义 和每个人在法律之下 应该享有的人权和自由 永远是香港民间社会的共同目标 和愿望 大家知道 612基金 就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 支援被捕人士 基金的主要工作 是为反送中运动受伤被捕 或者有关人士 提供医疗 心理 法律 收押在囚支援 和其他有关的援助 根据基金会6月份的报告 截至今年5月31日为止 总收入是累计2.3600万港元 总支出是2.3200万港元 可以动用的现金结缘只剩下200万元 曾经为22,938人次直接服务 涉及2,221名反送中运动案件的被告 主要涉及法律开支 报告又指 目前有1,274宗案件上代审结 当中7成是属于区域法院的案件 基金紧需支援法援分担费 由于大部分个案已经完成申请法援 基金无需支付重费 至于仍有365宗裁判法院案件是未完结的 所以说未竟全供 但已经绝大部分的任务已经是超颜完成 以超过2.3200万港元的援助 实际是帮到很多在囚的 就是很多需要打官司的人 当然612基金不是限于612的所有被捕人士 是整个运动的人士都是受援助的 可以看到是相当令人激烈地赞赏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说 就是说这件事是我们的一种忧伤 就是我们知道612基金是真的帮助到相当多的人 我在香港的时期我记得 星火同盟是真的帮到很多的手足 因为它被封户口 它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 612基金有相当完善的设计 所以香港政府要去打压它 也都到今时今日没有一个可以入到位的借口 我认为是这样 现在它又这样的移到去9月尾 或者10月尾 去完结它的阶段性的不同的任务 如果我的常识 或者我猜上是没有猜错 我完全是猜的 可能它收到封 9月尾 或者10月尾 是将会的大限 否则 我不认为 罗易基金会突然作出这样的举措 所谓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 要去拜拜 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 实际上 我极 用我的常识都推荐得到 是有很多个封 收到 就是说政府 不会容许 在10月1日或2日 甚至10月尾 在最后期限 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某程度上 它是否符合政府和一些所谓的恐吓 这个我们都觉得极有可能 我不能够确定 没有确证 但是我相信是 收到封才这样做 他才会胆地 拼出时间表去做这件行为 好 第二件事 这件事是否正确 这样做法是否正确 我其实都没有办法批评 因为612真的帮助很多人 我只是这样一个温馨的提示 共产党是没有口齿 他就算默示了你 你可以用这样的时间表来操作 我当你全部时间表操作 都取得跟当局的一个默契 或者当局的压力之下 你自己制作这个时间表 whatever 但是当局随时都可以翻念不认人 就是换言之 现在公布这种这么具体的时间表 是设定了一个假设 就是当局 港共 中共政权 会顺手他的承诺 被你完全撤退 我只是这样说 不要那么乐观 要做的事 而快不移慢 而隐蔽不移公开 公开在这个时间 到你做完成 还有 两个多月的时间 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的时间 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敢担保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是努威尔基金的话 我会觉得今天 会停修个案 并且 要设定一个更加紧急的期限 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 要不要再冒2500万呢 我就是 捏一把汗 我想很多记者问他这个问题 都是为 有些 我不知道是什么记者 就是 会捏一把汗 因为 你再募款 人家再捐款 人家再捐款 everything will be spot on 是吧 你叫人家去 帮你宣传你的捐款 亦都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所以每个人呢 他自己自行其事 我觉得 你如果资金缺口 达到 2500万的话 这个是相当大的数目 因为 你现金结余 只是200万 而你的缺口 是有2500万 那么多 我相信 你一呼 一定很多人 香港白应的 我也觉得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洗到 冒款之后 警方就是 翻面不认人 去将你铲除呢 我都有这样的 都是一个顾虑 我会觉得 如果是我面对这个政权的话 我宁愿 用200万 洗完它 完成任务 算数 但是当然 我不会怪责 吴可疑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不是代表 和我不同的做事方式 那些是敌人 那些是比较浅踏的对象 这些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不是 我会完全尊重 他的做事方式 但是我希望他 注意安全 越快越好 甚至没有呢 你订定这个时间表 希望你提速 尽快完成它 希望将这个时间 完全拉前 如果真的没办法 如果真的这样做 就要承担 共产党和警方 翻面不认人 这就是相当悲惨 好了 没有钱 是事小 我觉得有两件事大 一 就是 捐款人的个人资料 那这个 是不是要等到10月31日 才完全要消除呢 当然你的承诺 是完全去删除的 但这件事 分分钟 是成为现在 英文叫做Dawn Raider 就是凌晨去 临检 临时检查你的一个重点 他分分钟 真的会 出warrant 去拿这些个人资料 你没有办法保护呢 个人资料是否存放在香港呢 还是其他国家的伺服器呢 自己去想 是吧 这件事的话 是保护个人资料大于天 这件事牵涉了多少捐款人 第二件事 我是担心的 不是那些钱 钱就算二千百万 二百万 都是钱 钱没有了 便再找过 但钱之外 最重要的是 个人安全 捐款人的安全 还有 这四位 信托人 包括 这个 陈日君 书记 包括 包括 吴可怡 包括 何韻施 包括 許保卼 包括 許保强教授 这四个人的 会不会被捕的问题 这个我是觉得很 很担忧的一点 他们这四位 会不会 被人以其它的罪名 去逻辑罪名去处理问题呢 不知道 这个就是完全是师父 港共政权的责心人口 或者中共政权的所谓的 看哪个时候上面有陈锋 有决定要去抓人就抓人 所以我告诉你 他们是欲除针板上 你说他们哪有犯法 他们不跟你讲道理的 即是跟你讲道理 他肯定没有犯法 杰斯有犯法吗 47人有犯法吗 10个人会犯什么法 他就说抓人就抓人 他说起码是哪个罪名 现在老二基金有什么罪名 是偏罪而已 老屈你先花钱 等法庭再判你 现在最流行这件事 所以我第一 我是寄予非常大的忧虑 我希望这个忧虑不会成真 但我真的相当忧虑 但我忧虑没办法 我只是觉得 我希望提示有关的人 真的高调地宣布撤退 而很多事情没搞清楚的时候 未必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行为 我譬如说教协 当然他被打压的对象 我不会骂他 但你的章程写三分之二的人 要同意解散 你才可以解散 你没通过就宣布解散 是因为有压力 让你解散 肯定的 有时限 有压力 有后果 但是你是不是解散 本身就是说 吊吊吊启民 那现在 努力基金是否也陷于同一个情况呢 表面上有很精密的时间表 使得上你计算的数字头 在两个半月时间 才到十月底 那你是不是有风险 是不是相当高呢 我会觉得是很可怕 尤其如果是死线 定在十月一号的话 那你十月至十月三十一号之间 你做的任何的一些处理 分分钟都会被人打 还有他随时可以将个时限 翻面不完人 不计算 现在欲除针板水 所以千万不要心存孝行 这个我这个充心的一种足缘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说 612基金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做法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平安 那么他都说过 化整为零 或者说 大家不是一定要612基金的 民间都是或大或小的人 去资助那些人打官司 因为612基金的主要的地方 就是和香港的司法程序 由警局去到律政司 去到法庭 去到监狱 监狱应该没有的 去到法庭都有关 整个过程都有关 但是你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即使多么困难都好 我相信很多要打官司的人 仍然都是找到一些香港免费 义务帮他们打官司的人 据我的接触和了解就是说 很多律师是不收律师费的 这笔大部分的钱 其实涉及到很多行政的费用 因为你说真的 你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律师流都要行政费用 帝件 秘书等等的费用 你不可能少 律师不需要收你的 attorney fee 不代表他没有 administrative costs disbursements 那么这些钱是否要付呢 是要付 那么这个方便是这样的情况 法援 你申请到法援 帮你的 lead 申请到法援之后 中法就是法援出的了 OK 所以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所以看一下 罗医研帮你很多人 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律师很多都易做的 所以我觉得即使 是一般 受苦受难的一些 手足门 被告门 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其他方法 去筹刀有关经费 因为 如果他们找到义务律师的话 他们要付出的可能 只不过是陷阱的费用 以及申请法援的费用 而那笔钱 有限数 那么当然 对于一些穷的被告来说 或者一些穷的犯罪嫌疑来说 绝对不简单 但 如果能够 化整为零 有或大或小的基金 去支持到 互相有个网络 可以在低调 隐蔽务实的情况之后 有效地 还有 有 这个 不会有贪腐的情况之下 帮助得到 有关的人等 我仍然认为 此路是大部分是通的 即612没有了 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其他小型的一些基金 小型的一些帮助的一些方法 这些并不是我现在要说的范围 但是化整为零 大战难变成小飞船 是必须要做的 612没有了 仍然有很多小飞船可以处理 我希望大家自己自尋 出路 自己精进自己的一些网络联络 去找到这些人 我认为山不转路转 依然有很多人可以帮这些人 我这件事挺有信心 但是记住要务实 低调 不要唱风头 这个基本原则 因为现在这个形势 一点都不简单 好 捐助给人打官司 从宏观来说 你会知道这些官司 输的机会很大 当然也要赢的机会 所以才要打官司 但是我会认为输的机会 越来越大 尤其你去到区域法院 那些这样的案件 更加机会 裁判法院案件更加 机会很大 就是输的机会很大 我觉得很多人被人抓了 或者要打官司 他们面对的情况 就相当空险 他会用尽所有的能力 去避免自己身陷零悟 这个是任何人性的人 都会想的事情 无论是有罪无罪 他们都会尽力使自己无罪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 有关的资源去做这件事 但是 这种基金 毕竟 有一定的限制 第一 在现今香港法治环境之后 打官司 赢了 救得一个 救得一个 果然是事实 但是呢 不能够帮助得到 受惠的人 可以恢复到 一个自由的新生活 我在台湾 去创立这个台湾的协会 目的就是 帮助很多人 去融入到这些新生活 很多在台港人 在台港生 可以互相 认识 帮助 这一点 初见成效 也希望大家 稳定地给一些支持给我们 所以我才会开放这个频道 做多些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 subscribe patreon 因为这笔钱 给台港会 是全额给台港会 去 精神我们的一些 资源 能够 作很多应急的一些安排 甚至有很多 另类的一些 帮助的安排 完全在合乎法律的情况之后去做 详细的情况 详细的要求 个别再谈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知道这件事 我只能说到这一点上面 第二件事 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不只是帮助他们 有个自由的生活 也希望 已经 离开了 香港的很多的朋友 伙伴 手足 他们比较容易获取新生 这个是612基金 跟我们台港会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台港会是目的是帮助一些 真正拥抱民主自由的 做台港人 做台港生 我知道在 世恶地 我们叫民间五眼 我们都有我们的网络 希望各个组织 各自各 帮助到 在当国 本国 那些 香港的新主民 香港的 新来的学生 这件事 各式其式 各思各法 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 但我们会互相联系 希望大家 在资讯上面 有所交流 在策略上面 有所交流 互相求同传言 这一点是我们积极开展的 我觉得这一点 民间的互助 是不需要等到政府的救生艇 政府的所谓的避风港的政策 而开始的 我们本身香港人 自己要搞定自己 正如以前同叔 杰斯华策 我们香港人 估计自己的人 不需要 经常事事 摊手 向其他人拿钱 要证明 给别人看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我希望这一件事 可以身够相传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涉及的人数 涉及人的健全发展 身心的安全 是更加彻底和重要 在香港 有其他组织 譬如有石牆花 传递很重要的资讯 有写信师 有旁听师 有很多的人 甚至612 和612之后的很多基金 做他们 自己份内 愿意去做的工作 我是予以万二分的感激 因为这个并不是我桑普本人 能够去做的事 但我希望 我们把目光放大一点 香港人 已经是花果飘零 零根字跡 离开香港的人 三分接近十万 我请问 我们是否要兼顾这种需求呢 留下香港的人 面对着牢肉之灾的 也相当多 刚刚也报过数字给你听 以千计 这一班人 各个是香港的人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 可否用尽自己合法的方式 去帮助到一些值得帮助的人 大家自己想一想 是的 要捐的钱越来越多 我个人认为 现在我身处在台湾 我能够接顾到的 我能够在做的 就是这个sphere 但我不要认为 这个sphere是supreme的 不是 在各地有这么多的人 在做各地的事 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可以 说别人做的事 是不重要的 OK 既然是很重要 我们很希望 这个声音 不能够继续广传开去 能够使更多的人 用尽自己力量 去帮助得到 不同地方的人 是不是 在台湾的学生 有很多的需求 讀书 撞车 要应急 我不可以说自己一力承担 但我们自己 会精神团结 好好努力 结合很多的力量 一起帮 而且我很相信 未来的学期 未来的日子 是会说到做到 帮得到 是不是帮得到 全部 我们尽力而为 做得多少 也都在这儿 有充感激 各位真的愿意帮助的人 未来的路 很难走 我桑海在这儿 希望 大家能够 多点看我的 节目 看完广告 能够好 subscribe 这个patreon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在台湾的大家 能够贡献更多的 我会由充感激 多多亿善少少 无拘 这个是我们 香港的新的住民 为了我们下一代 可以做得更多的事 也希望我们 不同的老板之间 大家 商界 精神团结 不要去 互相拆墙 而且我很相信 我看到无论北中南 我们真正是所谓 我们的王 我们这班的人 相当团结 不会公开打架 不会公开插墙 有什么不适合 哪些是碟 我们会细心分析 哪些是共碟 我们有方法去应付 哪些是蓝丝 闹场 煽动分化 造假新闻的 我们会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 我会做我该做的行为 我希望全世界各地 多些这样的组织 事想上 如果很多海外的年轻人 将他们的心力 除了放在读书 当然是必要 除了放在读书 和所谓的国会游说之外 国会游说什么呢 我都已经是大文号 今年是2021年 8月 是否马格尼茨基 香港法案制裁 什么呢 这个时间并不是重点 是什么呢 你想一想 就是我现在做的事 就是同乡会的工作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跟着 亦都需要有 媒体 是不是 要有 评论 温泉这个声火 全香港的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得到 有专栏 成为了一个个 新兴的媒体的组成部分 之后呢 大家如何团结一致 做一些 好一点的策略 是有重要的 我预告 未来我这个节目 也会更加多元化 虽然讲了一段时间 但已经开始慢慢 实行一些计划 有一些 你们最喜欢的 对谈节目 会逐一推出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 听得多些 有兴趣这个题目 而且能够多些 判了一些 真的需要帮忙的人 当然也希望支持我这个频道 看完这些广告 同时也 subscribePatreon 因为那些真金白银 subscribe 去Patreon的人 全部这个钱 会给回 台湾香港协会 去发展他们的会务 我希望我在 理事长这个期间 能够使得这个 台港会道行正途 然后交棒给下一旁的日 我希望能够 他们更加能够 传承到这个声货继续下去 这个漫长的路去走 我希望 做尽它 结诗楼欲到 做不到的东西 我桑布 我做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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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忙碌程度 现在比当年我做D100的时候 是过之而无不及的 为什麽 是因为我觉得 我应该做回 他本来想做的事 多辛苦 我每天都出片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对他 对我 对神 对神 我希望 大家努力 各善其职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都是那句话 各位 不要死 千万不要死 也都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不要做自己勉强去做的事 你做最擅长的事 在这个时代 是能赚到钱的 做这件事 好地做 有信心地做下去 接着呢 等运到 等运到的期间 你要凝聚 大家的一种 联系 希望大家守望相助 增强我们互相制作的力量 我们文宣预论的力量 这样 才可以从机代变 守时代势 随途后继 之后才会出帝于成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